下边就该说说今天咱们要交代的主角了 这就是北京妙应寺的白塔 北京妙应寺的白塔 那可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喇嘛塔 为什么说呢 因为它的形质是一座富波式的喇嘛叫白塔 而且它是一座喇嘛修的喇嘛塔 听着怎么像绕口链啊这个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北京城的白塔呀 一共有三座 最显眼的呀 就得说是北海的白塔 位于北海公园穷华岛上 鉴于这清初的顺治八年 是一座藏式的喇嘛塔 也是这北海公园的标志景观 是游客们来北京游玩啊 一定得来拍照的打卡地 那北海公园的白塔山列有多高呢 我跟您说个准确的数字吧 这座白塔呀 从下至上总高35.9米 还有一座白塔呀 在海淀的白塔庵 这座寺院呀 是因塔而得名的 在这里呀 也有一座复波式的白塔 兴建于明代 具体的详细年代呀 不是很明确 它的位置啊 大概就在西三环 紫舟院桥南200米 中国书画院的院内 相传这建文帝呀 在静难之意中啊 逃出了南京 消化维僧以后呢 晚年呀 就偷偷来到了北京 死后葬于西山 并且呀 留下了这座伊波塔 不过呀 这听也知道 肯定是个鹅船呢 那么这座白塔有多高呢 这座白塔呀 通高是25米 下边啊 就该说说今天 咱们要交代的主角了 这就是北京 妙应寺的白塔 北京妙应寺的白塔呀 那可是一座 不折不扣的喇嘛塔 为什么说呢 因为它的形质啊 是一座 复波式的喇嘛叫白塔 而且呀 它是一座 喇嘛修的喇嘛塔 哎 听着怎么像绕口链啊 这个 有人说不对呀 修这座塔的人的塑像 就在这白塔底下立着呢 不是那个尼泊尔的小伙子 叫什么阿尼哥吗 这看穿着打扮 他也不是个喇嘛呀 不是喇嘛 这您可就不了解细情了 这位阿尼哥呀 虽然是尼泊尔的一名工匠 哎 咱也别说人家是工匠了 应该正确的称呼人家为工程师 因为呀 他是这个白塔的设计者 这阿尼哥呀 可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他是这元代大国师 巴斯巴的入室弟子 这巴斯巴呀 可是一个大喇嘛 说实话呀 我不太喜欢这个人 他要服务于这个元朝的蒙古人 对这蒙古朝廷是尽忠尽责 但是他对包括汉人在内的其他民族 所颁布的政令 都是非常苛刻 非常的残酷 其实啊 多数人都知道 哎 您就是问这片的老街坊 他们也会告诉您这是元代 哎 一个叫阿尼哥的小伙子 尼泊尔人建的这座白塔 实际上啊 这阿尼哥呀 也是在一座辽代白塔的基础上 才建的这座白塔 这座白塔呢 那就更早一些了 是辽 寿称二年 辽朝皇室出资建设的 我们知道啊 这辽朝人呢 是比较愿意建寺院建塔的 要是用我的眼光衡量啊 这座白塔四白塔 是北京三座白塔中最漂亮的一座 是典型的砖石结构 富波式喇嘛塔 有着浓郁的古印度佛塔的风格 由着基座 塔座 富波 象轮 滑盖和塔上 六部分组成 通体适于白色 台前啊 有一条通道 前摄台机 可直接登到塔机上 这座塔的塔机啊 是上缘下方 可分为三层 下层平台上啊 有两层的虚密座 叠加而成 虚密基座上 有一座硕大的如意莲花 雕刻着二十四半莲花半 莲座上啊 有五条环带 承托着塔身 这白塔造型丰满浑厚 向下乐微收紧的塔身 显得这整座宝塔 既坚实稳固 又挺拔秀美 来白塔寺游览 您可别一低头 就搬后院扎 一直到塔院去欣赏白塔了 其实啊 这白塔寺啊 还有其他个别另样的东西 您看寺内大绝宝殿门前 这对石狮子呀 那就和别的石狮子不大一样 您看这对石狮子啊 它可是正八截的元代石狮子 但是呢 这石狮子和白塔寺啊 倒是没啥关系 这石狮子呀 是搬迁来到这的 石狮子底下的虚密座呢 它也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搬迁来的 也就是说呀 这虚密座跟这狮子也没有什么关系 也说他们在这唯一的契合点啊 那就是都属于是元代的文物 这北京城的石狮子 其实啊 没有太老的 这最老的呀 据说呀 是在北京石鹤艺术博物馆 据说呢 是出自史丝名墓的 一只唐代的石狮子 再有一对老的门狮呢 是宋代的石狮 在今天的中山公园设计坛的门口 可是那对石狮子 它也不能露北京的脸 为什么呀 因为那对石狮子是北洋政府时期从河北大明府运过来的 这元代的石狮啊 北京城也没有几只 咱们看这对石狮子啊 这元代的石狮啊 和其他朝代的石狮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征 就是这元代的时候啊 他们都尊佑 唐宋明清 咱们呀 是尊左 所以您看了吗 这元代石狮子摆放位置 这公母啊 是反着的 右边的是雄狮 左边的是母狮 这对石狮 虽然历经了大几百年的岁月沧桑 我们呀 还能在他的身上发现很多雕刻的细节 雄狮脚踏绣球 侧卧回头 象征着无上的权力 此时虽然也是回头错误 但是显得就比较慵懒了 爪下呀 抚慰着右施 这对白塔斯的元代石狮 很多细节啊 都损坏了 通缝列文和柳列处啊 都非常的明显 一看便知 是从一堆啊 破损的散件中啊 修复组合而成的 但是呢 这文物修复人员啊 并没有把他所有的残缺都补齐 修旧如旧 残缺之美 这才是修复文物的正道 这白塔斯呢 虽然不大 但是在院落的四处啊 还分散着很多明清的遗物 如果您要细心的话 来这里游览啊 就会有很多惊喜的发现 我呀 别把这些发现呀 在这都给您抖了干净了 哪天您自己来 自己发现 那才是足足的 有趣味的一件事情 我是负责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您就关注我 留言区跟我互动 咱们也聊聊天 您记住了 我的风格 那就是 您长按点赞 咱们明天准见 得嘞 今儿天儿也不早了 我看呢 咱们今儿啊 就聊到这儿 明儿见了您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